- 读书是没有捷径的,ATP手册他们刚刚都有讲,我看了整整五遍,三百多页,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这样持续持续的我看了五遍,然后大杯之后我听了八个循环,达哥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转,我听了整整八遍,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再来总复习的话,郑朴老师的课讲得非常好,我听了四遍,那又会说为什么没有藏红, 在考PMP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有的教材都需要由浅而入身,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当做你的敲门转去入门,藏红的讲义是你非常好入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用的是藏红的讲义,而不是用ATP,所以藏红的讲义可以让你很快的进入这样子的一个PMP的一个架构里面,所以你们在第一次预习的时候一定要看藏红的讲义,甚至是到后面你如果真的读不下这么多字,像ATP这样这么多字的时候,你可以看 看藏红的讲义,因为它里面它有很多的图跟文,而且是用藏红的讲义用他们的话,不是ATP那样那么生硬的字把它写出来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先从藏红入门,然后之后再来看ATP的手册去做一个补充加强,之后可以听大悲咒把所有的观念整合在一起,之后等你都搞懂读通了之后,再用郑朴老师的总复习 帮你把所有的知识点全部都压缩连贯放在一起 好,说出你自己的四四五五一,很多人听 那个大悲咒,常常听到就是四四五五一,七个七个,九个八个一个 那这个部分的话,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 很多人可能看完达哥的那一个 四四五五一之后,其实他现在已经完全都已经忘记了 可是我讲的是用我自己的话说出来,所以我到现在,我已经 我已经考完了,然后我现在还是有办法说的说的出来 就是整个PMP的考试分成三个步骤 他就是人,过程跟商业环境,那我讲的是我自己 所以你会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可是又有点似曾相似的感觉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人的部分就是要组团队 组团队就是要找人,人有虚拟的线上的实体的 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两个步骤找人组团队 有人就要定规则,建立规则之后大家凝聚起来要建立共识 最后就是你要给他充分的权力跟训练他能符合这个专案 接下来就是前面找人的部分 后面呢,我们在持续带领的团队的时候 要领导辅导开导 那开导要怎么开导,用情绪上述 接下来我们在执行专案的过程当中 要跟厉害关系人进行一个协作 之后呢,在执行专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就比如说我们要有执行临导啊 关于他的和谐跟驱除一些障碍 就是说最后的话,人的部分一定是达成他的KPI 他的绩效,最后就达成绩效 就是这样,就是我的话,那后面的部分我就先 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大家会讲出自己的故事 我怕影响到大家 所以接下来要跟各位说的 就是说我前面其实有讲到 帮助没有比较及 每一份资料其实都很重要 请你要正视每一份的教材 因为每一份教材都是人家费性心力 然后用他的话把它写出来的 我们在念长虹跟 读整个PMP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 我们一直都知道一句话就是资料是你在执行过程当中 会得到的一个Data 我们分析处理过之后会得到资讯 资讯跟基准比较之后就会产生绩效 所以说你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 对你来说读书出来的绩效不好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资讯不够 那只是表示你的资料处理不当 因为你没有妥善的运用好你的每一份资料 所以帮助是没有比较及 就像我刚刚讲的 长虹的讲义带你入门 ATP的讲义带你深入 达哥的总复习带你厘清完整的观念 总复习的正朴老师带你融合贯通所有的知识点 这样子一套长虹的流程下来 你真的是没有考过的话 真的是对不起这个功耗团队 好 再来是听教练的指示 教练都怼的 前面其实也讲到很多位不再做赘述 教练他也是过来人 他也曾经考过 他也带过这么多PMP的一个学员 那他比你更希望你可以考上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在下一届讲说 我带过这么多PMP都考过了 那大家就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那当然崇拜在我们的那个 马斯洛的理论来说 是属于自我实现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要获得这样的一个自我实现 所以听他的话 好 他让你上场你就报名 不要想那么多 前面讲的那些人都是想太多 他叫你报名 他叫你上场你就真的去报名 好 再来是不要纠结成绩 长宏他的系统是破而后立 中你对我千百遍 我带你如初恋 就是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长宏他在考试的时候 当然不能跟考试的时候一模一样 所以他一定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考你 去考你对每个的定义 有没有清楚 每个流程有没有 架构有没有就是 有没有就是很完整很清晰 那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长宏这边是内部的一个评管 那我们去考PMP的时候是外部的一个验收 我们内部的时候把我们自己处理好 考到70分 我觉得你超棒 你一定可以上场 那你就出去上场 验收就一定会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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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